左手掌受了伤还是得忍痛工作 但这伤不是切水果弄来的 竟然是有名男子闯进水果行 攻击这名高龄80岁的无姓阿嬷 回乡骑士发经过阿嬷还心有余悸 水果行开在基隆市丰仁街 9号清晨才刚开门做生意 就被一名50多岁男子闯进来 拿出螺丝起子猛刺 多出受伤倒在地上 幸好这时救兵出现 我刚刚刚我随时 把那个人拖出来 拖出来他拖出来他拖出来叫我接到 接到挽不开 再帮我帮我帮他 陈信骑士刚好路过 听到阿嬷喊救命立刻停车帮忙 原来他是霹雳小组退休远景 立刻抓住嫌犯 但过程中也受了伤 幸好打斗声惊动附近民众 赶紧报案请警方协助 警方选举赶赴现场合力制服彰显 那全案殉弱依强盗 及杀人未遂案移送基隆地区组伤犯 阿嬷多处受伤 幸好送医后 手指缝了两针 没有生命危险 而嫌犯前一天就在水果店附近徘徊 他公称是要给对方教训 但就是不肯透露详细原因 警方不排除是为了要抢劫 但无故被攻击真的吓坏了 阿嬷提心吊胆做生意 就怕再被无故攻击 TVBS新闻刘欣慧归盈 记录报告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